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许波 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 为您现场报道 今天的节目 我们首先为您介绍 中国 亚洲和国际重要新闻 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 美国之音记者时地 走访中国的荣安新区 蒂勒森访问俄罗斯 能否修复美俄关系 国际特赦人权报告 中国是2016年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反腐电视连续剧 人民的名义 为何震动中国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 中国官媒报道说 习近平主席告诉美国总统川普 应当通过和平方式 解决朝鲜紧张局势 报道表示 两位领导人在佛罗里达州 会谈将近一周之际 星期三再次进行了电话交谈 白宫方面还没有发布两位领导人通话的说明 星期二 川普发推文 再次呼吁中国帮助严加管束朝鲜 川普写道 朝鲜正自找麻烦 如果中国决定帮助 那很好 如果不帮忙 我们将不靠他们 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川普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可能会采取什么行动 但在此前数分钟的另一条推文中 川普表示他告诉习近平 如果中国解决朝鲜问题 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协定 对他们来说将会更加有利 中国是朝鲜主要的捐助国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称 北京是朝鲜最重要的盟国 最大的贸易伙伴 以及食品武器和能源的主要来源 但是中国对朝鲜不断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 进行导弹试射 以及五次核试验越来越感到厌烦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朝鲜正在准备进行第六次核试验 川普总统星期六派遣一支美国海军攻击舰队 前往靠近朝鲜的太平洋北部水域 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出信号 朝鲜也表示 美国上周作为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回应 对叙利亚进行了导弹袭击 表明平壤的核武器开发项目是正确的 朝鲜担心遭到美国类似的攻击 台湾外交部证实 美国在川习峰会结束之后 已经向台湾做了通报 不过以朝鲜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新形势 以及川习会隐藏的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持续令台湾朝野高度关注 有国际问题学者说 川普真的对朝鲜动手 台湾可能会受到冲击 台海关系将会严峻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李承生 星期二在立法院接受质询前 回答新闻界提问时证实 美国已经在川习会后向台湾做了简报 他说 记得追问简报内容 李承生说 我想台湾内议题第一个 就在川习会后 川普跟习近平都没有提到 在公开场合都没有提到 提到的是在8号的时候 是由中共的外交部部长 王毅所提出来的 那据我们的了解 这是提着 这个就是他们是的确有提 但是提的时候是非常短 方也是按照知识的 这个知识的立场回复 就是他们 就是台湾关系的话 川习会对台湾是零意外 现在已经被美方简报所证实 不过朝野立委的发言表明 川习会后台湾依然神经紧绷 有台湾舆论提出 未来朝鲜半岛一旦开战 台湾是不是要选边站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说 要对川普总统保持一定的警惕 国民党级立委江启臣 关注美中在朝鲜问题上的交易 以及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 他说 不过以川普的形式风格 还有美国能够容忍的底线 叙利亚的容忍底线是在于 它使用的化学武器 那北韩的底线是什么 是核武吗 我想请教一下 到底你们国安跟外交的掌握是如何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 访问这一句话 对美国之音说 会严重动物之后 那如果今天北韩的状况 它总是有可能真的动物 发动所谓的战斗也好 或者这个前方 且发自人的轨迹 如果真的发生了 可是呢 大陆也一定不会说 完全做事不管 是 那台湾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跟美国 韩国站在一边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星期三说 美国总统川普的新政府 放出若干模糊和相互矛盾的话 俄罗斯政府有很多疑问 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跟到访的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开始举行会谈时 做出上述表示的 他还说 让俄罗斯理解美国的意图是重要的 拉夫罗夫还提到 上个星期美国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 说是美国的做法令人不安 美国是在叙利亚 发生化学武器攻击事件之后 做出回应的 蒂勒森在会谈开场时 说话比较简短 但跟拉夫罗夫一样 他说星期三的会谈 正值一个重要时刻 美俄双方将坦率讨论 他们的分歧和共同利益 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 美俄两国之间的通讯管道 将永远是敞开的 他说他希望弄清楚 为什么两国之间 存在一些尖锐的分歧领域 以及缩小这些分歧的前景如何 蒂勒森希望说服俄罗斯 放弃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 但在抵达俄罗斯时 他手中没有华盛顿和伦敦 希望他能有的硬牌 但是他也有强硬的底气 早些时候有报道 援引一些没有透露姓名的 美国官员的话说 俄罗斯事先知道叙利亚 要进行化学武器攻击 那场攻击导致几十人死亡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七国集团外长 星期四在意大利卢卡开会 没有就如何制裁俄罗斯 和叙利亚军方的问题 达成一致意见 七国集团表示 首先要进行调查 以确认在叙利亚究竟 是谁在上个星期 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平民 化学武器进攻事件 导致全世界的义愤 美国后来发动的导弹袭击 标志着川普政府 对延续七年的叙利亚冲突 有了一种新的看法 川普总统和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一致认为 应当通过有目标的制裁措施 给俄罗斯施加压力 使莫斯科在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之后 疏远阿萨德 但七国集团当中的 德国和意大利对此 有不同意见 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昨天他抵达莫斯科之后 今天就已经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举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除了拉夫罗夫之外 蒂勒森这次在莫斯科 是否能见到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国国务卿这次访问俄罗斯 在多大程度上能修复美俄关系呢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 请他介绍蒂勒森访俄的一些最新进展 白话你好 徐伯你好 蒂勒森今天在莫斯科 他会晤了哪些俄罗斯官员 目前都有哪些结果 蒂勒森今天主要会晤的 还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那么两个人从今天早上谈 一直谈到现在这个会晤 现在还没有结束 首先是双方二加二的会晤 就是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还有一名副外长 然后蒂勒森还有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二加二的会晤 然后俄罗斯的副外长和美国驻俄罗斯大使 退出了 然后就剩下蒂勒森和拉夫罗夫的 一加一的会晤 接下来到中午的时候 拉夫罗夫从蒂勒森的会晤结束之后 收放开始大范围的会晤 然后允许同记者见面拍一些照片 然后接下来这个会晤 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继续 那么这次昨天俄罗斯媒体报道 说蒂勒森昨天抵达莫斯科的时候 原来计划想会晤一些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 但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这个会晤取消了 还有就是俄罗斯媒体也在报道 蒂勒森访额的时候也特别强调 就是在接待蒂勒森会晤的场合 就是俄罗斯外交部的一个古迹一个别墅 专门接待外宾在莫斯科市中心 那么俄罗斯媒体特别强调 这个地点也是具有历史意义 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 美国 英国还有苏联当时讨论 英美对苏联援助 如何抗击奇特勒法西斯 然后在1943年的时候 那么同样是英美和苏联讨论 开辟这个北德国的第二条战线 所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这个会晤的地点 去播 好的 那么稍早之前 我们一直不能确定 蒂勒森他是不是能同普京见面 那么目前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普京会晤蒂勒蒂勒森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对 这方面消息非常非常模糊 有的说是普京将建地勒森 有的说是建日常给取消了 但是今天早晨 今天早晨 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说普京非常有可能建地勒森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就是说最近十多年来 所有的美国国务卿访问 俄罗斯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一般都会同 美国国务卿会晤 所以说这一次估计也不会有例外 如果普京真的不见地勒森的话 那么就是说明 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 确实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为什么这个消息这么模糊呢 可能就是说俄罗斯故意想表现出一种 对美国用导弹攻击叙利亚 表现出一种不满 另外普京也想看 就是说上午 拉夫罗夫同地勒森挥舞的结果 来决定他是否见地勒森 或者是先叫拉夫罗夫来试探一下 美方的这方面立场 然后来确定如何同地勒森打交道 另外俄罗斯许多分析人士也认为 就是说因为地勒森同普京过去都是认识 而且三年之前 普京还亲自向地勒森授予过 这个友谊勋章 所以说普京见地勒森的方式 也非常有意识 俄罗斯可能想以老朋友 老相识的这种方式来见地勒森 而并不是想从美国欧星相见的这种方式来见地勒森 看来这都是外交手腕的较力 那么地勒森他访俄前 美国导弹袭击了叙利亚 使双方的分歧更加扩大了 地勒森的访俄 是否能使陷入第一股的美俄关系 有起色 让两国关系重新转暖呢 白话 对 现在许多分析对俄美关系 其实未来前景都非常非常的悲观 特别是在这次美国导弹攻击叙利亚之后 俄罗斯非常非常不满意 认为就是说过去川普之上之后 对美国的一些期望 对俄美关系改善的一些期望 随着这个导弹攻击全部落空 这是俄罗斯非常不满的 那么这次地勒森反而许多评论认为 有许多一大堆的问题需要讨论 有的人说是主要议题要讨论这个叙利亚问题 也有的人说是主要讨论这个朝鲜问题 还有学者专家认为可能需要讨论这个 防恐要为这个川普和这个普京的高峰会晤做准备 总之还有这个就是俄美的核财军问题 因为俄美之间的两个这个主要的核财军条约 很快就要到期 那么现在双方就应该着手为这个核财军条约 延长做准备 因为这个核财军条约是俄美关系的基石 总之双方要讨论这个议题非常非常多 但是说一千句说一万句 许多人认为就是说现在俄美之间的互信基础 现在是基本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如何这个重新建立这个之间的互信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迪德森这次访论呢 实际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重新恢复两国之间的这个工作接触 因为在这个乌克兰危机之后呢 俄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等于是 双方之间谁也不理谁 另外一个就是双方特别担心呢 有一种战略误判或者是擦枪走火 所以说迪德森访论这次也就是 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好的我们感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下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中国人权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4月11号发布的 2016年度全球死刑报告估计 中国在2016年执行死刑数量数以千计 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但是中方以死刑执行案例 信息为国家机密为由呢 他拒绝对外公开真实数据 这就使中国死刑适用的真实力度 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就联系 国际特赦组织的研究员潘家伟先生 潘先生你好 你好 潘先生 这个我们知道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显示呢 在去年的中国媒体报道中就发现了有305个死刑的执行案例 而官方只记载了26个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 你们从其他哪些资料里面得出中国2016年死刑执行数量达到千计呢 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就是过去疫情以来 就是每年都有去看中国的媒体的报道 还有其他的一些官方的公开的资料 然后所我们在每年去 去搜索这些资料 去查看这些资料里面 其实都是有大概有几千个案件的数字 但是问题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差别呢 就是因为中国那个最高人民法院的 他那个网站上面 他就是会他们选定的某一些个案去上载 因为我们没看到中国政府 要把所有的法院里面的判刑的案例 包括洗净的会全部都会上载 他们有什么标准呢 我们也搞不清楚 当然我们觉得有起码这个平台 他们愿意有在这个平台也存行种种进步 但是在透明度来讲 其实还是非常严重的不够 因为公众没办法了解 究竟其实在中国里面有 每年有究竟有多少个个案 所以我们这个估计 就是依靠我们能够走上游的资料来去推算出来的 好的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他曾公开表示要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让他更加公平和透明 三月份我们看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也表示 死刑在中国仅适用于极少数罪行 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那么国际特赦组织在这方面的观察是什么 中国死刑犯是不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呢 在我们看到在中国刑罚里面 在有几期修改之后 现在是还有46个可以判刑的一个罪名 当中就是除了像最严重的谋杀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经济的犯罪 还有一些跟药品有关 或是毒品有关的一些判刑有关的罪名的 但是所以我们不能说是所有都是非常非常严重 就是看我们那些在我们报告里面有提到的个案 就算是就是聂树兵那个案件 比如说他是被冤枉了那么长时间 他是最后原来就证明他是没有犯罪的 所以能不能说是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 所以这个其中一个就是不能说明 他是一个严重犯罪的分子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案件就是甲青龙的案件 他也是因为征定 然后又为了辩护他自己自己去作为自卫 然后就杀了一个公众人员 所以其实这些不能说是严重犯罪的分子 192016年我们看到全球死刑的这个报告 国际特赦组织发布这个报告说 除了中国以外 伊朗 沙特 阿拉伯 伊拉克和巴基斯坦 这几个国家都高居死刑执行数量排行的这个榜首 但是中国呢 却是这次报告中被点名批评 死刑执行数据不公开的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为什么不公开这项数据 国际特赦组织的这个点名批评 能不能有助于改变这种局面呢 我们特别这一次有点出中国的这个痛度的问题 还有它那个数据 为什么还是急得全世界来看那个严重性 就是它就是总的来说 还是比其他你刚才点出来的一些国家的总和 加起来还要多 因为中国这个数字没有在公开 没有人知道出景实质来讲有多少个 所以在这个国家就是秘密这个背景下 但其他这些国家 他们起码有一些可以有一点点送动 有一点点资料 知道有多少的一个攀起刑的案例 所以这样的比较来讲的话 你看中国在这方面 其实比这些国家还要糟糕 就是连接这数据也不能公主于性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在国际社会 包括我们的要提出这个问题 是绝对是有有助于中国要改善 这方面的人权问题的 好的我们感谢潘家伟先生 在香港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大家关心的 中国雄安新区 中国当局4月1号呢 突然宣布设立雄安新区 输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 并称这个新特区为千年大计 与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相提并论 规划中的雄安新区规格如此之高 引发舆论关注 美国之音记者前往计划中 组成新区的几个县和白洋店地区 进行了实地走访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叶冰 来了解相关情况 叶冰 你好 雄安新区规划的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 各地炒房团我们看到 纷纷拥入雄安 出现了一房难求的状况 房价一夜之间就迅速提高了 那么对于当地民众的反应和期待 房地产市场和其他情况 那么您有哪些观察呢 这方面 是的 我们在昨天的走访分钟了解到呢 这个雄县安新和周边呢 这个在4月1号的几天以后 各地的炒房团就纷纷涌入了雄安 等一些地方啊 当时呢 这个房价呢 就顿时暴涨 官方就紧急叫停房地产的交易 关闭了售楼处 有7个人呢被逮捕 那么同时呢 雄县县委书记乌亚飞被调查 据报道呢 乌亚飞可能是掌握之前雄安新区开发的内部信息 并从中牟利 记者在雄县安新等地随机走访了几个售楼处 都是大门警所 门上贴着封条 那么一些在线的公立呢 都停工了 有村民反映 县江政府派出了工作队进村 监管村民 禁止违章建房 雄县县城里面呢 一个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呢 房子都不让卖了 看房子的人都回去了 那么打听房价呢 这位物业借贷女士说 已经炒到了万元以上 那么街边的勘犯说呢 去年4月当地房价才4000元左右一米 也就是一平方米啊 那么今年3月底已经涨到了9000多元 那么来炒房呢 主要都是来自北京 那么当地有人认为 新区成立呢 是有助于发展经济提高收入 日子会越来越好 那么有的居民呢 就表示 听说未来可能搬迁 就不舍得离开故土 那么一名新三轮车的这个村民呢 他是载客的这个摩托车司机啊 他去年新盖的两座房子呢 都不让住了 赔偿呢 最多也就是一两千元一平方米 他说呢 没开新房子的人呢 对新政策感到特别兴奋 可以转成非农业户口 变成城里人 那么对于当地环境呢 这位村民称 当地工厂排放清洗压容的废水 没人管 污水处理厂也处理不过来 那么废品收贯单的一位老板说呢 保定一带的塑料厂 炼钢厂都不准开工了 估计呢 也跟设立新区有关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中国官方啊 他对设立雄安新区的说法 是因为当地交通便捷通畅 生态环境优良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比较强 但是国际媒体的一些报道 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前景 纷纷提出了疑问 那么有关专家如何看待 白洋店水源的这个保护和压力 当地民众又是什么时候 知道相关信息的呢 那么记者乘船观察了白洋店和周边的村庄 发现安新县郭里口村呢 等一些沿岸的村庄都建起了造型 类似江南水乡的那种白色青网的围墙 据说呢 是去年就开始建造了 由政府出资 村民们呢 当时并不知道建设围墙的用意 那么当村民说 很早以前白洋店的水是可以饮用的 但是后来工业污染严重就改喝深井水了 那么对于雄安新区将来对白洋店水源 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呢 以及当地地表下沉的隐患和风险 记者采访了中国水危机调查报告的作者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这位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说呢 雄安新区在环境生态和水源等方面呢 将会出现挑战于机遇并存的局面 他说压力会很大 但是由于新区的级别 比原来的县级高很多 那么政府呢 会在治理方面投入很大的力量 来改善现在的污染状况 他还说呢 激临枯竭的白洋店 靠周边几个水库供水来维持生态 那么将来呢 也要依靠南水水调来补充 马军认为呢 必须做好污水处理和废水利用 循环用水 才可能持续发展 那么他警告说呢 要借鉴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水治理经验 也要记取十多年前泰晤蓝藻爆发 造成无吸引水危机的教训 避免负责 那么记者参观了习近平 今年2月23号视察的地点 一名白洋店景区工人告诉记者说呢 习近平在那里停留了半天 当时呢景区不对外开放 这位农民工披露 去年开始呢 当地就不让种地了 也不让盖心房 还设立了检查站 不准建材运进村 当时呢村民们都很不满 有牢骚 当时官媒呢也没有报道习近平去视察 那么直到今天4月1号呢 宣布设立雄安新区 才恍然大悟 原来习近平呢 是到白洋店去拍板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请看一下 我们当时采访的情况 我说这议论纷纷 说了这个怎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不要种地了 你还不啥 大潮店不要种地了 对吧 这个今年过了一年之后吧 又不要盖房了 你说这很不平常 很不正常 你说这吧 人们呢 人们呢 有的有的都发牢骚 你说这吧 就说了这个 现在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什么什么也不要干呢 这是这怎么活呀 你说这吧 啊 啊 下来之后 不说这个 下来之后就人们呢 这心里这才明白 那听到这个心区设立啊 你们怎么感觉啊 我不感觉 我不感觉哭 我好几宿不睡觉了 我一天天我都不吃饭了 为什么 我今天五十多 六夜大半辈子 刚刚我一走 我把事业头上上来 我你事业我设定 我不得扔 你不开心是吧 肯定有一部分有情绪的吧 好 我们感谢 美国之音 驻北京记者 叶冰的连线报道 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反腐电视连续剧 人民的名义 为何震动中国 好 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 我们的75周年台庆 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 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心中快乐 谢谢您 谢谢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 75周年纪念 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 这就意味着 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 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 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 再合作 75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 欢迎回到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55集的反腐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在中国掀起了狂潮 开播两个星期以来 收视率高居不下 网上迅速突破10亿点击量 在播放该剧的一个视频网站上 单日播放率竟高达1.7亿次 官媒盛赞说 该剧的成功充分证明了 我们党反腐深入人心 真正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响应 但专业人士则认为 这部作品以原生态和大尺度的写实手法 活灵活现地呈现出中国当下 腐败虚伪丑恶不堪的官场现实 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 那么为什么素来 隐恶扬善的中共当局 仅用10天就批准了 这部接丑的作品 按照中共的定义 这部作品属于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作品中究竟哪些东西 能够如此打动人心 该剧的轰动效应 将对中共统治产生了一些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 来讨论这些问题 从洛杉矶纽纽 从洛杉矶通过视频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 旅美资深传媒人士林苍州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在中国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 河北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奇庄先生 田先生好 田先生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谢谢VOA China 这个大尺度的写实 是这部电视连续剧人民名义 惊世骇俗之处 据说几乎所有剧中的贪官的丑态 我们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 那么第一个问题 我请教河北的田先生 您在中国 您有机会近距离的观察 中国的官场和社会 那请您谈谈您的观感 田先生 这么说吧 这部电视剧 确实是在中国电视剧的播出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写实的东西 能够这样深刻全面的反映中国的现实问题 确实是很难得 因此也受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但是我们应该具体来说呢 毕竟这是第一部 近期多少年来第一部这样的作品 对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和各种矛盾各种反腐败以及腐败的博弈 它的激烈程度 还有没有触及到的地方 虽然如此 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大火 已经对这个现实 已经非常的不满 非常的期待改变现实 可是我们的文艺作品 长期以来又无视这样的现实 所以当出现这样的作品 能受到大火的热情关注 也是正常的 不过我认为呢 这种长期以来 控制着反腐败 这个作品真实的反映 也是一种政治腐败的表现 对这种现实应该改观 应该提倡 再提倡说真话 反映真实作品的同时 要对这种控制文艺作品的现象 加以体制和加以关注 谢谢 好的 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请教林苍州先生 您在中国时是一位资深媒体人 海外华文媒体都评论说 说这部剧人民的名义 这部剧的写实 这个尺度呢 对于中共来说呢 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那林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这种说法 但是呢 我有点补充 就是说他这部剧 对中共来讲 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可是对观众来讲 尤其是对一部分观众来讲 他还是充满着陈词滥调 因为就说这部剧 虽然我觉得创作人员 他也很努力 也展示了他良好的一面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宣传剧 一个洗脑的神剧 他拙力宣传的 还是中共的检方的人员 怎么去反腐败 我们就说反腐败 这种剧 我觉得也是 中国独一无二的 因为在世界 他都已经 在世界民主国家 他都已经建立了 很好的这种反腐体制 所以他不可能 专门搞这么一个题材 那么现在海外呢 晶晶落到就说 这个反腐剧 反腐的人物上了副国级 似乎对应了那种 刑不上大夫 这个刑不上常委 在这一段时间 打破了刑不上前常委的规矩 那么其实呢 就是正如一位作家所讲的 就是说中国传统是一个将冈 那么中国当代这种 专制的封闭的 垄断性的官场 更像一个大将冈 那么过去的一些影视剧 过去其实有很多反腐剧 比如说像什么 像什么较量无声 等等等等 反腐影视剧 那其实他就是说 也展示了一些老虎 苍蝇啊蛆虫 那么现在呢 这种剧 把一个所谓的大的蛆虫 推到前面 我觉得这种史无前列 它是史无前列 但是它有多少进步意义呢 我是深表之一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现在的中国的炒作者 把这部剧 借用外媒之口 泥花芥木 就说这部剧 说是堪比 这个中国版的纸牌物 但是我们实际看 无论是从艺术效果 从娱乐效果 与纸牌物 不可能相提并乱 而且在官方掌控的这种频道里面 能如此强势地推出这个媒体 各个这个猴蛇都在炒作这个剧 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想 这个剧之所以畅销 它后面之所以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也有权利的手在推动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以及网友 发来大量的评论和问题 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问题进来的比较早 那我先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 这个艾布奈尔王这位网友说 人民的名义的电视剧 不管如何大尺度 有三个逻辑和以往的宣传作品 完全一致 第一 体制本质上是好的 体制内还是好人多 第二 坏事都是贪官 个人野心或者人品败坏导致的 第三 对体制的内在结构和最高掌权者 选择性忽略 我们这位王先生呢 这位网友 他跟刚才这个我们的嘉宾 林先生 他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 但是无论如何呢 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就是人民的名义 这部反腐电视剧 它的尺度确实是非常大 有点惊世骇俗 那么下一个问题 田先生 我们知道中共在宣传报道方面呢 历来都是有潜规则的 可是如此写实的 如此接丑的 这样一部这个官场现行计 就为什么能够畅行无阻的出笼呢 田先生 我认为吧 这个官场确实是存在的潜规则 他们就是宁左勿右 谁维护官家权力 谁沾光 谁敢替民众说实话 谁挨整 正是这样的潜规则呢 导致官场越来越左 对舆论的管控也是越来越严 这次能够开绿灯放行 我认为恐怕是官方需要 以及反应反腐败斗争 尖锐复杂和困难 想说出这样一个事实 这么一个特例 并不是一次思想解放的信号 但不管怎么说吧 能面对现实总是好事 胡适先生说 少谈些主义 多研究点问题 多解决点问题 把现实展开在民众面前 咱们去提出问题 能回答问题 摆在桌面上 成为全民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总是一个好事 我希望中共能够 在打破潜规则的基础上 再往前进一步 使观众和民众 得到更多真相 这样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才有更多可能 好的 好的 我们来请教林先生 据说中共当局仅用了十天 就通过了审查 那林先生为什么 您了解其中北京的 这种奥秘吗 我只能分析 我刚才听了田兄的一段话 我非常同意 我觉得他的愿望是非常良好的 但是这部剧 你看他从组织到主创人员 他的组织这个剧实际是最高检来组织的一个剧 他的总顾问翟太峰是原来的前中纪委委员 中宣部副部长 中国作县的这个党组书记 那么他的另外一个这个总顾问是王远文应该是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然后他的这个出品人和发行人 有一位是最高检饮食中心的专职副主任 有一位是总后勤部金顿饮食中心的主任 那么我们看这全套班子都是中共宣传系统的人马 也就是说这么一部剧他其实还是要弘扬他的这个 就是说宣传他检方就是他的反腐 而不是说的一点他不在腐败都在反腐 所以这个剧从审查上来讲 我认为他通过并不是难事 第二点呢我认为他符合了当前的政治需要 那么就是说这部剧 他其实也是在为习近平造成在为王岐山造势的一部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部剧里面的那比如说小官员 他那个小官剧团赵德汉 据说是这个原来能源部的一个司长叫魏彭远的这个原型 那么他的那个所谓的副国级是有人说是网上有人说是苏荣的原型 也有人说是周永康的原型 那么我们当然更多的我说这个可能更像周永康 周永康父子的原型 那么就说在中共新的领导人18大之后 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人上台之后 他强势的去反腐 我不管这是选择性反腐还是清洗政敌 那么他就说这个剧 他现在营造了一个这么一个反腐的 这么一群反腐的形象 其实也是给周永康的政治棺材盯上了一个文艺的盯子 所以我认为这部剧的放行这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这个现实和新闻已经走到了文学作品前面 大家都知道现实的情况比这个剧里腐败的多 无论是省级所谓的副国级 那腐败的事情新闻报道还少吗 所以这个对于中共来讲它没有什么雷区 好的 它没有什么雷区 好的那么刚才林先生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说尽管这部反腐电视联系剧非常写实 但是它仍然脱离不了 它是中共的一个说教片 那么我们现在有许多网友 他们发来评论 跟林先生看法是一致的 这位网友叫D Ben 他说人民的名义很无聊 满嘴官话 而且管行政的竟然管到了司法 Nexy Tien 这位网友说人民的名义在反映众所周知的中共 官场贪婪腐败的现实中 更娱乐性的展现了中共官僚体制中 以裙带关系勾连起来的利益关系 像什么党政公安纪检反贪局等等 都是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等等 这些本身就是在宣扬利益关系的合理性 可以说没有人民的审判 就没有人民的名义的合法性 另外一位姓刘的 这位叫One Fence 这位网友说 人民的名义里边没有人民 只看到官二代 Habber 网友Habber 我们的老朋友 他说我没看这个电视剧 也不打算看 因为真实的社会 比虚构的电视剧更加触目惊心 中共历来就爱拍虚构的电视剧 而回避真实的社会现实 那么为什么不拍点写实的电视剧呢 比如说 王立军夜奔梅林馆 古开来 毒杀 尼尔海伍德 另完成 逃亡 美利坚等等 又比如说 共产党三反五反 枪杀富人 抢劫财产和土地 三年大饥荒 文化大革命等等 这些真人真事 怎么不改攀电视剧呢 下面这个话很有意思 他说VOA的节目好看 而且真实的多 我为什么还要看这些虚假的电视剧呢 谢谢您对我们的这个表扬 那么我们看到官媒呢 他把这部作品的成功 看作基本上呢 是中共反腐深入人心 得到老百姓的这个忠心拥护 那田先生 你如何看待这个官媒的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是官方一厢情愿的解读 首先 腐败是谁制造的 这些官员都是谁提拔的 他们尽管略计斑斑 又能长期把持权力 是谁保护的 不都是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吗 这是凡是稍微有点社会常识 都能得出的结论 更何况 整个剧情中 反腐败 惩治了腐败 但大家都清楚 不进行制度改革 不让广大民众成为反腐败的独立军 腐败还是会产生韭菜效应 割了一茬 新的一茬又会冒出来 所以说这样的剧 这样的电视剧虽然播出了 大伙都看了热闹一阵子 如果要是静下心来 仔细回味一下 不难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这是我的看法 好 那我请教林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剧本作家叫周梅森 周梅森先生说 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部电视连续剧呢 就是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反腐 说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举动 要展示在这个世人面前 那林先生 您对周先生 周梅森先生的这番话 您如何解读 您怎么评价呢 就是周梅森先生 是一位成名已久的作家 很多年前我的文学出版社 当编辑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读过 拜读过他的作品 但是他这一番话 我觉得假如改一个字 就更生动了 就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高压腐败的 这一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举动 展示在世人面前 我觉得那他就是更好的居国家了 他的才华 在这种 我不否认他是刻画人物 有信力之处 有独到之处 但是呢 就是说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他不可能有所作为 而且他这句话 仔细推敲 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大话 这个共产党反腐 怎么是人类历史上少有伟大的举动 难道朱元璋反腐的力度 不比共产党大 朱元璋把汤官剥皮 宣草 查上草 示众 警告其他官员 这种力度 手段 那比共产党人类类封信都多了 而且就是共产党的极权体制 本身它就是一个腐败嘛 它不开放票选 它垄断所有资源 它劫略私有财产 这些难道不是负败吗 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 叫做你坐在脏务上 怎么可能反腐呢 你现在抓了一些贪官 一些小罗罗 甚至一些富国籍 那只是不按共产党 有些规则 不按共产党的帮规加规 来行事的一些人 他清理门户 但是呢 就是说 共产党的这个 从起家 他打土豪分田地 他土改 他公私合营 他到现在暴力拆迁 哪一样不是腐败 哪一样不是洗劫人民的财产 所以就是说 我对作家这个话 我认为一个作家 一个很好的剧作家 他一定要真实的 反映人类的生存状态 他要敢于 以黑暗势力 以极权独裁 而做点斗争 就像鸡蛋于墙 就像一个日本作家所讲的 所以对这种剧 我认为它既是组织的 是党 是党给钱 他们能弄的 虽然它是五家民营公司 来合拍的 但是你看 它能够在官方的 这个掌控的黄金时段 来推出 然后有这么多媒体 能够的报道 你可以想想多少年前 白花的那个《太阳语人》 那部电影剧作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剧作家的命运 就完全理解 哪些是 他可以让他生 哪些可以让他死 哪些可以让他炒红 哪些可以打入冷宫 好的 我们完全给明白 中国的角色 好的 现在已经大量的 刚才我们读的是 网友的评论 现在听众观众们 等候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讨论 我先说一下 我们今天 这个线路非常忙 因此每一个 我们希望 每一个听众观众 发表看法 都要剪短 额要 剪明额要的 发表你们的看法 给大家留点时间 辽宁的孙先生 辽宁孙先生你好 你好 这个电视剧排了55剧 都是陈词乱教 官话门口 买看 看不进去 诺心 好的 谢谢您 孙先生 浙江的庄先生 庄先生你好 浙江庄先生 好的 网络以及媒体的曝光 和薄熙来 周永康等大事件 逼过他 好 谢谢您 浙江的庄先生 湖北邓先生 邓先生你好 这个电视剧 最起码证明了 中国没有司法主力 一个拿赏去抓贪官 居然还要去 审理去报告 但是他在怎么 大尺度触及红线化 他不会涉及到 体制的问题 然后这个电视剧 就是共产党 为了把坏事说成好事 就好像一个 从来大小 随地大小便的人 他突然哪一天 去打扫卫生了 他说 瞧 我多讲卫生了 好的 谢谢你 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是为了 输解民愤 谢谢湖北的邓先生 您说这个观点 我们有一些网友 很赞同 刚才这位叫 湖北邓先生的 这个说法 我们一位网友叫乔哲 他跟邓先生 几乎表达了同样的想法 他说 中共呢 一直就有把丧事 当喜事办的 优良传统 中国腐败泛滥 中共将其在腐败大潮中的 一些反腐个案 当作执政中的亮点 来进行宣传 这是中共在延续 他把丧事当喜事办的 优良传统 李海君 这位网友说 这部剧拍得不错 我一直在看 之所以火 是因为这种体裁的电视剧 以前很少能看 物以稀为贵 另外这位叫 皮特森 这位网友说 大陆反腐剧 一定会设置 位高权重 一心位民的一个 青天大老爷角色 来代表党的光辉正义 而副手和下级 会展现腐败行径 最终被惩治 让老百姓感受 所谓真实和痛快 这种小骂大帮忙的套路 才能登上言评 好的 那么我们 刚才一连接了几个电话 也选读了一些 网友的评论 我们请田先生 您来综合回应一下 刚才我们的网友 听众和观众的评论和问题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非常好 切众实弊 也反映了大伙 对现实的真实的看法 因为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大陆上 看不到一些真实的作品 满眼电视剧里头 要不就是那些 什么打鬼子的闹戏 要不就是宫廷剧 要不就是这个潜伏剧 都是瞎编乱造的东西 好容易出现一个好的作品 这也是很难得的 但是对于大伙的期待来说 差得太远 能够反映现实不容易 这仅仅是刚刚有了一个起步 但是能不能往下走 都很难说 是吧 所以说大伙 因为长期以来 一直没看过好的东西 也没有 见到大伙期待中的东西 所以说 对长期以来的失望和不满 这个我都是能理解的 但是有一个好的开头 毕竟是件好事 我们希望它往前走得更远一些 好的 那我们刚才呢 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 都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这个林先生 林先生 您觉得这部剧呢 是很打动人心的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不然的话点击率不能这么高 收视率也不能这么高 但是您觉得是哪些东西 这个剧中哪些东西打动人心呢 是中共的反腐力度呢 还是这个官场上的那些活灵活现的 把官场上一些丑恶的东西拿出来 让老百姓有共鸣 究竟是哪些东西来打动人心呢 林先生 当然 就是这部剧打动人心的 绝不会是这个就是 丧事当喜事办的这一点 而是就是看到我们 看他的丧事黑暗的本身 就是说他的这个剧 观众的看点不在反腐 而在腐败 就像刚才一些网友谈的 你看了这个剧 居然去办案 公检法 公检法去办案 要去请示省委书记 政法书记 要一帮人在那开会 来捏过这事 来琢磨这事 来讨论这事 这个就完全可以看到 你打干涉司法 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司法独立 你记得前一段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他公然就说要反对这个三权分立 他把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 三权分立 权力制衡 当作西方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为什么观众 能够觉得有共鸣 确实是从我们一开始谈 他大尺度的表露了腐败 包括就那个小关聚团 赵德汉 满面墙的那个 这个人就是这个中国的钱 那么就说这些东西 大家都知道 其实新闻媒体也报道了 这个现实比这个影视剧黑暗的多 但是它因为过去 它表露的少 给我身边的多 那么现在稍微放放放放了一点 黑暗的东西 大家觉得很震撼 如果我说互联网放开了 也这个中国的这个互联网 影视 这就是这些影视频道 能够把这个美剧 这些东西都放上去 我觉得这个很多观众 也未见得看这个东西 好的 那么林先生刚才呢 说出一个很深刻的意见 就是这部反腐电视连续剧 老百姓感兴趣的不是反 而是其中的腐 很深刻 那么《人民的名义》这部剧呢 引起很多观众的热评 好评如潮之外 我们看到呢 也有人持有异议 比如说偏民 这就引起很大的起义 有分析指出呢 说中共党员干部 行使权力 你可以以党的名义 但是你不应该 以人民的名义 田先生 您的看法 我认为啊 这部影片 以人的名义 应该 应该以人的名义 应该改成 以人的名义 我记得龙英台说过 这么一句话 大意就说 是不是中国人不重要 是不是人很重要 那么套用在这里 就是是不是人民不重要 是不是人很重要 在中国大陆 这个人民 是一个可以被随意解释的政治概念 是吧 而且已经有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个反腐败 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事 而是每个人的事 我看这个去中的腐败分子的 所作所为 在任何文明国家 是都不可能容忍的 只要是正常人 也都不应该容忍 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的事 而不应该套上人民的标签去乱用 是吧 只要我们是正常人 我们都应该反腐败 是吧 这种腐败现象都不应该容忍 如果能从这个意义上 来认识反腐败的重要性 我觉得那中国才能有进步 而这些这个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这些腐败分子 在人民的国度 都成了大权在握 呼风唤雨 为所欲为的魔鬼一样的 这些人物 是吧 他们完全是人类文明的公敌 我说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公民 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 都有责任 有权力 是吧 去扁持他们 去揭露他们 去铲除他们 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 今后这样的电视剧 应该更多的反映人性 反映人的良知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那么我们也看到呢 有一位多维的网友 他就发表了这样一个评论 他说如果真是以人民的名义 那就应该给共产党 减权 献权 所有的腐败 都是由于共产党权力过大 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从长久的角度 给共产党改头换面 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那么林先生 您对不起啊 时间剩下不多了 不到一分钟 请您简单评论一下 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 我觉得这个网友的评论 这个非常好 他这个代表了一种历史潮流 就说共产党的衰亡 它是一个历史大事 这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他可以拿这种演示剧 来再次进行洗脑 但是我觉得也是杯水车薪 好的 谢谢您 无济于事 谢谢 谢谢林先生 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到这里结束了 时间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 听众观众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我们要请大家谅解 感谢林苍州和田奇庄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 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 我们将关注热点问题 保监会主席落马 中国启动金融反腐年 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 准时锁定VOA卫视收听收看 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另外也请您关注 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萧巡 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 每天早上6点 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 为您播出美国观察 带您了解当日的药文 深入地介绍美国政治经济 外交人文 以及美中关系的新动向 朝鲜和危机引发邻国的担忧 美国对挑衅动作频频的朝鲜 态度强硬 会否发起军事打击 中国对朝鲜似乎也失去耐心 但是否意味着对朝鲜的政策 有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朝鲜和问题对美中关系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中国时间4月13号 星期四早上6点钟 欢迎届时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的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